知名健身教练潘若迪 近几年娶妻生子 还砸了百万购物装潢 却少有人知道 她还有一位 很少见面的亲生妈妈 一个人住在西门町的小套房中 潘若迪的妈妈易如 曾经是50年代群星会当红歌星 还红到到国外巡回演出 母子俩在日前闹翻 又进了法院 你怎么不吃 Hello 你好 我是潘老师 潘若迪跟着我 打一个拍子 有一个很新的东西 我们家的玻璃就是那种 我要上这种 我会碰一下玻璃 玻璃就霧掉 就会有三水出来 连我的地板地下全部都是水晶 全部都是水晶 用水晶打造的Vila梦幻住家 健身教练潘若迪 为妻女杂百万装潢 但却难以想象 她母亲每个月竟然 得靠红包厂住畅的几百块 勉强卫生 我如果说 一个人在家里生病 忽然间晕倒了 我如果死在里边 一个多礼拜一定会没有人知道的 再怎么难过 上了舞台就得笑脸一人 她是潘若迪的妈妈 亦如曾经是50年代的金嗓歌后 红 群俊会的时候是很红的歌手 就是很第一代里面的重量级的歌手 愿意介绍的第一首歌曲 初烈云 让我们热爱打赏欢迎亦如小姐的演唱 今年已经70岁的亦如 16岁的时候就在陆军康乐队唱歌演出 周遍全台歌地落军 还得做单身表演 1967年她凭着亦如的阿狗狗专辑走红 我问你想什么 你都不对我说 年轻的时候 凭着天生的好嗓子 加上甜美外型 一如一路红到对岸的香港舞台剧 甚至替琼瑶电影唱过插曲 但一次在台南歌厅的演出 却发生了震惊演艺圈的事 有一首歌是妈妈要我嫁 我就是拼了一死 也不能嫁给你这个癞蛤蟆 就这么一笔 那个被笔为癞蛤蟆的客人 发飙砸酒杯 割伤了亦如的左腿 还成为当时社会新闻头条 也因此影响到跟嫁人相处 它也会影响到他的 一般正常日常的生活 因为就是你的作息 你可能对照顾小孩子 或是对交家庭 原来亦如十八岁就结婚 生下了潘若迪 只是亦如从小是祖父养大的 他连包尿布都不会 还有一次被潘若迪 喷得满脸都是 那时候年轻也不懂 只只知道说把它保护得好好的 然后那个年代 也没有什么尿布可以买的 都是用那个破的衣服 把它剪成四方块 然后就用那个剪一剪把它当料布 当时的小妈妈亦如 白天忙着照顾小孩 晚上还要去歌天表演 而潘若迪的爸爸是个军人 跟着部队调派也经常不在家 据少离脱两个人最后离了婚 前夫却禁止亦如去探望小孩 那年潘若迪才三岁 母子俩十多年后透过书信联系上 潘若迪在信上面写着 因为没有母亲曾被人嘲笑 甚至被后母虐待 我的耳朵上的把跟我头顶上的把 是她用菜刀的刀被敲的 我的耳垂被她用菜刀被敲 掉在那个洗脸棚里面 她会帮我缝回去 直到潘若迪二十多岁出道了 有了经济基础 才把母亲接回家住 没想到 却成为两人决裂的导火线 晚一点起来没有煮中饭 她可能一起床一看了桌上没有中饭 她就很不开心 一讲话就自己就冲到楼下去 我也不知道她冲到楼下去干嘛 结果回来马上回来 一下拿一个便当 才短短一年 母子俩就为了家里谁煮饭 谁买菜这些小事情闹得不开心 最后易如搬离了潘若迪的家 一个人到西门町租了间四五瓶的小套房 跟狗狗妈女生活 平常就和狗儿散步 家里没有办法开火 那就吃自助餐 十多年来就这样一个人 在西门町独自生活 直到前年又爆出 68岁的易如被潘若迪弃养的消息